老爸,他现在情绪很不稳定 他每天问他的事,他都不回答人 这个病削弱了刘先生 对他的家人来说,他改变了很多 从一个又冷静又温和的人 变成情绪化 偶语会恐惧、悲伤 或者抱怨他身边的人 现在这个情况真的很困难 我老公都变化很大 都不认识做这样的 都不同于以前 以前他从来都没有这样 他有时自己在房子里哭 对着我们有时有可能会发脾气 很臭 还有要常常呆呆 尤其是对着那个儿子 那个医生就跟我们讲解 因为他接受不了自己就来死了 所以令到他的情绪变化很大 我们在这个阶段一定要坚强一点 尤其是老爸不开心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在他身边 我们才能保持他的尊严 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病 可以把一个人变成这样 我爸爸一直是一个很坚强 很积极 很懂得照顾家里的一个人 但是现在他心理 身体都是这么弱 完全是另外一个人 我们一直可以陪着他 帮助他 是我们的因为 我希望我们可以一直在他身边 陪着他到最后一刻 要发生的也始终都是要发生的 已经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其实我们已经有 医生都过得很好 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现在到最后关头 我们都应该要把持住 应该和他好好地道别 爸爸现在这样的情况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可以变成这样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其实很想和他一起聊天 想和他多说话 但是没有机会了 他也是会离开我们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